老婆 你看我们家现在 一辆车也没有 去哪里也不方便 你看我的存款也有两三万了 我去买一个二手车来代步 要买也是买二十万的那种 那种坐着才有面 该去哪里都有面 买就买贵的买好的 那二手车容易坏得很 你要买贵的买好的 那也得有条件才行 是吧 现在只有两三万的 车的存款 就算能买新的 也只能买那种 很便宜很便宜的 才两三万的那种 配置很低的那种的 那你就分期啊 现在谁买车不是分期吗 哦 你为了面子 你要分期去买一辆好车 至少二十万以上 你充那个面子 要那个面子干什么 达充两充胖子的 你那种 我就想要 达充两疼的是自己 知道吧 疼的是自己 我又不疼 哦 你存款都没有 那分期那受伤了 还不是你吗 后面还的是谁还的 是你还的 是我还那你不还吗 我不还 我还都不够花还还 你让我还我什么时候才还完了 二十几万的车 我一年的工资才三四千 最多就能存两三万 十年才能存二三十万 你要我拿十年的工资来还 还车贷吗 又不是不行 你你省之减用不就可以了吗 能买贵的车不好吗 为了面子要省之减用 那我都能忍 怎么你就忍不了呢 这样子还车贷 压力很大的 知道吧 能有什么压力啊 那现在谁都有压力啊 哦 那个压力真的是 让人喘息喘不了的 那种呢 你不要为了面子去死 死撑的 行吗 要吗不买 要买就买贵的 你不 那不买的话 你去哪里都不方便啊 是吧 你看要有时候下雨啊 呃 去哪里一点都不方便 有一辆袋布呢 那挺好的 要买贵的 买什么袋布的 贵的坐着也舒服啊 你开着也有面 我坐着也有面是不是 贵的那肯定坐着舒服啊 开那肯定有面 但是你条件允许吗 条件都不允许是不是啊 就不买那种了 谁的条件允许啊 啊 我们那些经纪朋友 谁的条件允许啊 人家还不是这样开好车 那人家是出去打工 然后一家人都一起买的 人家一家人都有工作的 你看你也不工作 整天呢就知道在家 然后只有我工作赚钱 我赚得了多少钱嘛 我刚刚都说了 我的工资我自己花 你怎么说我不工作呢 我工作是在手机上面工作啊 反正我不买啊 我们那么贵的这些 打住两宗胖子啊 那是耗面子 为了耗面子 我愿意 你就是为了那个面子 才真的挺愿意的 你愿意我可不愿意啊 你要不然你不要买了 那钱你给我存起来 那不买了 不买 不买哪行 家家户户都有车 就我们家没有 你说不买就不买啊 几个摩托车盯好 去哪里都盯好 下雨怎么办呢 要买 要是天气冷怎么办 二十几万的要买 有面呢 这个人 我都没有让你买上百万的 就让你买20万的 你都说贵 我为了面子 呃 带一款 我可不可以做那种事情 没有啊 你不做我做啊 我不做 嗯 最后还的是你 我自己去看 你不去看 我自己去看 我要去看贵的